大家好,我们上一集就讲了这个悉尼的风水的一些情况 我们这一集来讲一下 你看我之前说,说几点 第一个,这个墨本 墨本在后面来说 例如说在2043年之前 或者是到2043年左右 应该人口数可能会超过 会超过悉尼 这是一点 第二,我也说了 因为2024年至2043年 这是叫做离火运 离火运,也就是南方运 那么这个是要说发展来说 墨尔本发展速度,发展的趋势 要比悉尼好 这是重要的一点 然后呢,甚至布里斯班的发展趋势 可能都要比,要比悉尼好 那这样说的话 但是大家注意哦,我说的是发展趋势 我没有说房价 房价我没有说,我并没有说墨尔本 没有说墨尔本 房价 布里斯班 房价,是吧 会比,会比这个悉尼高哦 我没有这样说哦 因为悉尼啊,它是跟 跟墨尔本跟布里斯班有些不同的地方 不同在哪里呢 它是这样的哦 就是 大家认真要是看一下这个地图里面 大家就会知道 那举个例子哦 我们先说 悉尼,悉尼我画这个前代形了哦 前代形,大家都了解 其实它这里啊,山 也不知道多少面呢哦 我们人家叫做六七面哦 就这里 前面是,全部是山 很高的,它是发展不了的 就是说它不能再,它的地就这么多了 它不能再多了 这边又是海了对不对 这边又是海了哦 虽然它根本就不行对吧 它根本就不行 虽然它的地是有限的哦 所以呢,有一个前提条件 我们从地图上都可以看得到哦 悉尼的地 悉尼的地 是很有限的 它是注定了的哦 因为它的,周围的环境是决定的 它就这样的 哦,那我们来看看墨尔本 大家看到墨尔本哦 你看 这些都是地啊 你看 这么大的地 它的地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 基本上可以算是无限的 是不是 它可以大西边 现在不是说 墨尔本要发展北边跟西边吗 它确实是可以发展的 因为 它地多的要是 对吧 任意发展 所以实际上来说 墨尔本的地 基本上 墨尔本的地哦 是无限的哦 这个无限当个帽号哦 但就是 基本上是无限的 那墨尔本是无限的 我们再看一看哦 再看看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基本上也是无限的 这个要注意一点就是 我们其实很明白这个 如果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 你会知道的 你看布里斯班在这里 黄金还按在这里 那么理论上来说 布里斯班的发展 它一定会慢慢的往黄金还按走 因为双城之间 它一定会在双两个城市 我们叫TwinCity嘛 叫双紫城 那么 它一定是往这里中间发展 两个城最后连起来的 对吧 所以你不用想 如果你说以后 投资黄金还按那边 或者布里斯班那边 哪些地方比较有潜力 你想都不用想嘛 一定是在布里斯班跟黄金还按之间的 这些地方 对不对 只有这些地方才会更有潜力的嘛 它要发展一定是优先发展 在这中间部分嘛 对不对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两个城之间 这里发展 它往这边来 你往这边去嘛 对不对 这样才会发展起来嘛 而你大家看一下 实际上来说 那么它的地还是很多的 假设你布里斯班的人口本身就少 黄金还按贡少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它的地 也差不多 地也是很多的 应该说 所以你会发现 只有悉尼 只有悉尼的地是很有限的 它是没办法的 它是完全没办法的 所以就注定的 悉尼的地是比较宝贵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一直以来 对我的客人都这样说 就是你要在澳洲 投资房产 当然我们投资房产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每个人适合的方式不同 但是如果这样说 你要简单一点来说 你就要 你就要买悉尼的house 大地 我们所谓的华人只能说的 就大地破房 对吧 为什么因为它地是有限的 它的地是很值钱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只有悉尼这边才会可以建什么 奶奶房 我们的Glenni flat 对吧 奶奶房 所以我一般都推荐我的客人 我的客人就是说你买开地 后面可以建奶奶房的 你自己再建个奶奶房一起出租 你就可以得到回报是比较高 对吧 这样的话 其实我一直跟我的客人说 其实澳洲投资房地产 基本上是遍地黄金 因为在澳洲 在全世界上来说 如果你说买一个房子 买一个房子 那个租金 租金跟利息比 我们甚至在澳洲 可以做到租金 大以利息 就所谓的所谓的什么 正现金流 投资对吧 房子的投资 叫正现金流 在澳洲就做得到 你在中国是不可能有吧 对不对 中国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但澳洲真的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 实际上来说 在澳洲投资 如果你认真一点 细心一点 你去认真去考察这些 买这些地 那么基本上你是很有机会 做正现金流投资 当然这 这一两年 这个一下子 这个疫情来租金又降了 然后呢 房价又突然又升了 那这有点难度 但是利息也跌了 对不对 要是前几年之前 一直以来 我所有的投资都是正现金流 都可以搞定的 你买个地 自己建个南台房 甚至你买一个远一点的地方 你建很大的车库 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工具房 因为澳洲很多远一点点的 就是我们说这个城市中心 交期一点点的地方 很多地方那些人 他们是做那种 例如说开 开那个卡车司机 或者做builder 做那些东西 他很多他需要放个大车 或者是要做修理工 要做修车的 或者是要放一些 就建筑材料 他们很喜欢有很大的车库的 我们叫做工具房 所以呢 你要么在后面 你再建个工具房 你再建多一套奶奶房 你的出租 绝对是正现金流的 那么 只要是正现金流的房子 大家都知道 我哪里管你的房价升低呢 只要我能充得住 因为我的 只要我租的出去 我的租金大于利息 大于我的投入 我就慢慢等 我每 我每个星期收的都是正现金流 哪怕是 挣多一百 一个房子挣多一百两百 那也是钱啊 我是挣现金流啊 对不对 而且我通过refinance的话 我的房子的那个 就是你交的那个手期是很低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就是澳洲 我以前一直跟大家说 跟我的客人说是什么 但澳洲买房投资 遍地黄金 确实是的 当然我不是中介 我是 我是实话实说 因为我投过很多 我知道 这不是春油 如果你真的是认真去考虑过 你会发现真的 澳洲是个 很好很好的一个 房子投资 特别是悉尼 我一直强调是悉尼 因为悉尼不同 悉尼的地是有限的第一 第二的话 悉尼是可以建奶奶房的 好 它是不同 它是不同 好我们再一集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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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